当下的感到今天的心动 很多人喜欢锦上添花 但是更多的人却需要的是雪中送炭 当我们急需帮助却又得不到别人帮助的时候 我们总是十分的心灰 但是这个时候 您会不会想要做些什么事情来改变这个现状呢 有一位来自孟买的75岁的老爷爷 他的名字叫做VG 现在的他开着出租车 但是他可不是一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 年轻时的他曾经是一位收入丰厚的工程师 但是一次意外却让他彻底改变了之后的人生 在一天夜里 他突然要临产的妻子赶到一阵巨痛 需要马上前去医院 当时他焦急地站在街头 希望能够打车去医院 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在他的妻子去医院 最后他的妻子因为错过治疗而不幸流产 经历了这个沉重打击的VG 决定要做出一些改变 于是他放弃了自己原本月薪丰厚的工作 成为了一名出租车司机 在白天在课的时候 他会把自己的明天第一张给他的乘客 让他们在有需要的时候便给他打电话 而在晚上 他便会接送那些需要紧急帮助的病患 去医院 而且分文不去 今年的他已经75岁了 而这多年来的坚持 也让他接送了超过500名的急诊患者 他表示 虽然他现在的收入不比以前 可能每个月只有一万卢比 但是他收获的快乐和幸福感 却是无价的 当下的感动 今天的行动 103.8A Radio 与您一起同心学习 9 Jessica 106 Scott